今天德国JL的立媒体报道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 人型机器人参加半程马拉松的新闻 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 人型机器人比人类跑得快 机器人参加中国半程马拉松比赛 记得看短视频新闻 In Peking haben erstmals 21 humanoide Roboter an einem halbmarathon teilgenommen gemeinsam mit tausenden menschlichenläufern Maschinen verschiedener chinesischer Hersteller legten die 21km lange Strecke in Begleitung von Technikteams und menschlichen Betreuern zurück Einige Roboter mussten dann während des Laufs gestützt werden andere liefen mit erstaunlicher Stabilität durch Das schnellste Modell erreicht das Ziel in 2 Stunden und 40 Minuten weit hinter dem menschlichen Sieger der hat nur 1 Stunde und 11 Minuten gebraucht 在北京举行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中 多个人型机器人与人类展开角逐 经过两小时40分钟24秒的比赛时间 人型机器人天工率先冲过终点线 比人类最快记录1小时11分07秒慢了很多 自主跑动的机器人几乎像人类一样 在北京中国的高科技初创公司 希望在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展示他们的技术 与人类相比有何优势 谁赢得了比赛呢 通过体育赛事一窥未来 在中国首都北京 几个人型机器人在半程马拉松比赛中 与人类同场竞技 赛道全长21.0975公里 贯穿北京益庄区 20家公司和研究机构 带着他们的模型参加了比赛 这些模型必须满足有两条腿等规则 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一些机器人一开始就停了下来 还有一些机器人跑得很慢 以至于他们的制造者被甩在了后面 据组织者称 有一万多人报名参加了 与机器人拼肩奔跑的活动 障碍物将机器人的跑道 与人类选手的跑道隔开 此外 还有一些特殊规则 工程师们可以重新调整他们的高科技门徒 否则这些机器人将无法到达终点 不过这样做会被乏食 只是为了表演 不出所料 在一小时11分07秒之后 重够终点的是人类而不是机器人 最快的人性机器人是天工 用时2小时40分24秒 第二个机器人晚了一小时才到达 那么这个广为宣传的 据组织者称 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机器人的 半程马拉松赛事 是否只是一个公关噱头呢 总体而言 这样的比赛本质上是在测试 人型机器人的实战适用性 波恩大学专家 北内维茨表示 这位在波恩从事人型机器人研究的教授解释的 这不仅涉及硬件系统 同样也考验软件系统 在此类竞赛中 核心挑战之一 在于机器人需要实时感知赛场环境 包括地面状况及其他参赛单位 并做出相应反应 配图说明 人们正在给一个面相看起来像女的机器人 为半程马拉松比赛的开始做准备 配图说明 另一个机器人在半程马拉松比赛开始时失控 不得不被一名员工抓住 慕尼黑工业大学应用力学李克森教授说 在我看来 北京半程马拉松赛显然是次公关活动 旨在展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技术 它将与一级方程式赛车相提并论 后者展示了现代汽车技术的能力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效量 李克森认为 让机器人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 所面临的挑战在于 人型机器人必须高效节能 并有良好的能源来源 部件必须坚固耐用 能够承受高动态负载 此外还必须对机器人的运动进行规划和控制 使其能够自主地圆着一条路径前进 而不会摔倒 此次赛事 意在向最大的科技竞争对手美国释放信号 目前北京正在与华盛顿进行激烈的关税争端 美国在人型机器人领域的竞争者 包括Figure AI 特斯拉 Agility 和博士顿动力公司 正致力于开发具备复杂运动能力 和人工智能思维能力的机器人 但中国希望证明自己在技术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李克森说 中国已经在人型机器人领域建立了技术领先优势 这得益于一个非常活跃的产业 它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制造出最先进的人型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 未来的商机 未来几十年 机器人市场的价值有望达到数千亿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 各大银行的分析师认为 到2050年 机器人的年销量可达5000万台 未来 机器人将执行有用的任务 中国的公司已经在工厂或仓库 适用人型机器人 语数 AGBOT Engine AI 富丽业智能和优必选等初创公司 正在研究这些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 例如 语数机器人希望与国有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合作 将机器人技术融入汽车行业 正如长城汽车宣布的那样 两家公司希望在越野车上安装机器构 以便运输设备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 机器人技术的进步 有国家层面的推动 北京政府将这一领域的发展写入了2025年的工作报告中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 在年初的技术突破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中国政府宣布 未来还将为巨升人工智能等前缘产业投入更多资金 配图说明 一个机器人有两名员工陪同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办成马拉松比赛 北京所做的努力 也是为了激励自己的国民 在今年1月的大型春晚上 中国的行业领导者 宇树科技 让一群H1机器人在数亿电视观众面前表演民族舞蹈 从那时起 国家宣传部门就经常庆祝机器人的成功 现在 警察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园里 用四条腿像狗一样的机器人巡逻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写道 这些配备了多光谱 摄像机和高精度传感器的机器是 北京正在努力建设智慧城市的最新创新 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第一条评论 对我来说 给花园出草的机器人更重要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因为花坛和草地上的情况 每天都在变化 继续往下 在德国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电器部分是男性 女性还是非二元性的问题 导致许可证被拖延数年之久 再往下 在德国 机器人根本不会获准上路 除了关于该机器人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争论之外 这是更贴 中国每年投资数千亿美元到气候中和技术上 气候保护就是技术进步 但在电动交通和无限金支付等议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是多么拒绝进步 继续往下 中国人干事就是快 而且在许多层面都是这样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正在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再往下 我认为 与其说机器人要赢得半程马拉松比赛 不如说他要像战士 警察或类似人员一样 跑得快 跑得好 而这正是中国人测试的目的 这是更贴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6年 我与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坐在一张桌子旁 我们谈到了中国未来对西方的技术优势 即使在当时 他们在军事人员方面就已经优于我们 今天 他们不仅在人力方面远胜于我们 在技术和创新方面也是如此 而我们却在原地踏步 被自我设定的条条框框和官僚主义泥台所包围和限制 继续全速使向圣约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用左翼觉醒的影响彻底愚昧了我们后代的大多数人 使他们变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下一则 中国人的行为 中国人的行为就像19世纪德国人在拉格宾登时代的行为一样 当时所有的伟大发明奠定了我们今天繁荣的基础 无论如何 中国未来的繁荣是肯定的 就像我们的衰落一样肯定 下一则 请给中国支付更多的发展资金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从中受益良多 继续往下 光是算力就能让人型机器人在行走和奔跑时保持平衡 令人钦佩 再往下 看起来 进步似乎完全绕过了我们 如果我们的能源供应依赖于天气 德国很可能会被甩在后面几十年 这是根贴 奇怪的是 中国建造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 比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他们很进步 继续往下 半成马拉松是中国人的能力的表现 尤其是对本国民众而言 在德国是不可能的 少数人的利益可能受到侵犯 再往下 现在的速度是人类的一半 三四年后将是人类的两倍 就像德国目前被甩在后面一样快 下一则 德国精英们发射火箭的尝试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在所有技术 经济或科学领域都如此落后 是什么让我们从一个经济领先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舒适的福利国家 再往下 许多评论似乎表明 中国人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他们通过让几台机器 在街头摇摇晃晃的行走 这些机器运作得或多或少还算成功 他们成功震撼了世界 让世人陷入自愧不如的惊叹之中 可见中国式宣传在我们这里的效果也很不错 至少在那些缺乏技术背景知识的群体中很奏效 而显然还真有不少人吃这一套 下一则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甚至无法在所有地方实现无现金支付 更不用说有网络了 在技术方面 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以前我们在汽车方面领先20年 而今天是中国领先了 因为在中国 中国人埋头苦干 而在德国 我们讨论了两年才开始做 我们来看看几条奥地利标准报的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它就像一辆遥控汽车 但有两条腿 如果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 跑步那还行 但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 更换电池等等 挑战何在 继续往下 当然 跑步的时间太长了 但事态的发展仍然令人恐惧 我很庆幸自己年纪大了一点 机器人加上人工智能的未来 可能会很糟糕 再往下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看待中国的制度 但在技术上 它们正遥遥领先于西方 我们最擅长的是发明新规则 下一则 没有幻想 明年的差距将只有30分钟 两年后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三年后 机器人将创造新的赛程记录 继续往下 从长远来看 西方恐怕无法在技术上与中国抗衡 尤其是在特朗普这样的狂热领袖的领导下 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中国很快就会在所有领域领先世界 而臃肿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其衰落的最后阶段 好吧 朋友们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想法 请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